《光明珠》 鼻屎是正常的 是鼻腔裡的毛孝分泌物質後 當它乾淨和凝固時 就形成鼻屎 通常分泌物會混合空氣中的微粒 那些塵就會形成了一塊硬塊 當它乾了的時候 其實當鼻屎不是很大塊 或者不是黏著黏膜 或者黏著皮膚 很輕易用刺紙已經拿出來 都可以清了出來 當然有時候如果比較難一點 又無法滲出來 有時候有些人可以用洗鼻的方法 讓它慢慢沖掉 讓它走出來都是可以的 如果過分伸得太入 或者用一些硬物去撩損鼻 有些人會導致流鼻血 甚至無狼發炎 需要用藥物都會的 試過有些人 真的自己的個人衛生做得比較差 當然有些人也容易多些分泌物 例如背身鼻敏感 或者環境的關係 可以積到一塊異物在鼻裏 成兩三厘米都見過 可以積到很大塊髒東西 通常這些人都是個人衛生比較差的 去到這麼大時 其實自己沒有辦法拿出來 有時都要用一些手術的儀器 將整塊東西逐一點才能拿出來 當然當你的疑物愈來愈大 如果塞住鼻斗 都可以引致鼻斗炎 或者鼻腔發炎都可以 其實當有分泌物的時候 正常我們應該可以腎出來 或者真的多分泌物的人 其實建議用鹽水洗鼻 洗走裡面的東西 它就不會積在鼻裏 讓它慢慢乾了形成一塊鼻屎 是一個很高的